以下这三款合资SAV性价比方 无论是在动力质量 价格等方面都是经过市场多年的检验 可以说我们消费者入手非常的划算 尤其是最后一款车型 从24万一口气跌至10万 比CRV还要厚道 我估计这下的国产车就更难受了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大众图越 这款车也是一个全能选手 无论你是看着它省油耐用的三大舰 还是强动力 它都能够给到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价格方面是很亲民 官方指导价158,600到216,600 综合让力4万6 裸车已经跌至112,600就能够入手了 这可价格无一给同级别车型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不过性价比是真的高啊 再结合1.4T7档干式双离合 这套动力系统堪称黄金排量 马力150扭矩250 百公里油耗6个 在油耗方面相比肖克 它也是不落下风 动力也是要比肖克强不少 而它还是有1.5T和2.0T版本 建议就不要入手了 不仅价格贵 还没有什么亮点可言 性价比也是不高 这款车长度达了4米453 轴距2米680 空间方面的表现比CRV还要宽敞 所以说这款车11万多入手 绝对是非常合适 再加全系标配武器囊 LED大灯 后排座椅比例放倒 以及一些基础的配置都是比较齐全 家用买这款车省油又省心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风田风烂达 别看这款车知名度不如容饭和CRV高 但是它销量甚至比国产车还要好 一个月卖出去个七八千的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特别是它的2.0升CVT模拟适当面箱 非常的省油耐用 马力171 扭矩205 百公里油耗低至5.8 可以说买风田的消费者 无非就是充着它的这一点来的 价格优惠后只需要11万3800 这无疑让它拥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 并且最终收益的还是我们农村消费者 车长4米485 轴距2米640 车内空间宽敞 但就是底盘形式质感不行 车内的塑料感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惨不忍睹 而且底盘后悬架还是非独立式 对车内的造衣绿质感过滤的不能说没有 只能说微乎起微 这款车说白了只适合跑市区 长途会非常让人难受 不过在安全方面的配置 它却做到了通级别之最 11万多的车给你搭配6个气囊 它还显示多功能翻案盘 8寸屏 要知道丰田向来都是扣扣缩缩 这次能够给到你这么丰富的配置 确实是超乎所有人的意料 如果你想要图便宜 图省油耐用的三大件 那么这款车绝对是首选 对此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现代IX35 官方指导价12万9800到15万9800 综合让力28000 入门集成一口气跌至11800 就能够拿下 价格方面相比以下两款之间 也是更有诚意 也是非常适合我们老百姓去入手 不过这还没有完 动力方面同样也是比较良心 入门集成就搭载了二重零声6VT变分箱 这套动力搭配在一起 可以说非常的完美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6.3 马力160扭矩193 家用买这个版本足够了 虽然它有1.4T七辆钢式双零盒版本 但是我建议就不要入手了 远不如6AT变分箱换档平顺 除了账面数据好一点之外 它真的没有什么优势 车长达到了4米5 轴距2米640 外观方面也是紧跟时尚潮流 车内的空间是比较宽敞 配置同样是比较丰富 尤其是它是点新色的中路屏 直接将整个的科技感提升了一个档次 曾经售价高达24万的现代X35 现在跌了10万 半价出手 妥妥的合资SAV网站 加上入手这款车10年都开不坏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车赢优惠力度一个比一个大 都是省油耐用的代表 你更看哪一款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